以前更短版本都是DOS版的 你要查到那個電腦可能也沒有毛澤 好,那我們就照原來的CJ2M,點一下 好,接下來很重要 因為有很多CPU,對不對 我們早上有請務在旁邊,我才會介紹 好,設定點進去 好,這時候你會看到 我們已經設好CPU33 這是我們在軟體安動的時候固定說 一定是CPU33 好,假設你不見是CPU33的話 好,來,把它展開,點進去 你會發覺裡面從 11到15,31到35 是不是有10塊,對不對 10開頭的話 就是沒有含乳太往復的 3開頭的話,大概有 CPU含乳太往復,差在這個地方 個位數 數字越高,城市容量 記憶體容量越大 是這個意思,差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不知道也沒關係 假設我們選33,點一下 有沒有 下面有些相關訊息就出來了 第一個,城市容量 跟你講20K step 20K step 這一台,就是多了一個 Fake 1R10 我們剛才在介紹記憶體講的 1R10,它多了一個E10 至於說E1的話 這10款都有,所以它就不見出來了 就是這個意思 好,OK之後請按確定 確定之後 來,這裡有個網路類型 目前我們是設USB 就是透過USB去點 順便,麻煩你簡單一點點 USB有沒有插上去 然後CPU那邊有沒有插上去 應該有吧 如果沒有就是被拔掉 應該都還算 那除了透過USB之外 來,點進去 裡面還可以透過E3內IP 因為我們CPU33 有一塊開網路 但實際,你新購入的時候 是不能用的 因為你的IP都不知道 所以說一開始要透過USB去點 那點上之後 有點重要 我們剛才不是介紹的三大類模組 一般IO 還有高功能跟CPU 對不對 尤其第二類第三類 你如果要去用使用的話 要設參數 對不對 那一定要說IOOK 也就是說IO表要做 要去確認